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这是非常大的神迹 只是这样的神迹 却只有在门徒当中被见证 然而耶稣就已经可以让这些门徒 对主耶稣抱持足够的信心 当耶稣宣告说 上帝已经把天上跟人间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他们就从心里相信 这是上帝要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 因此他们就问主耶稣说 主啊 你是不是要在这个时候恢复以色列国的王权 他们心里所想的仍然是地上的国度 就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权能 来赶出这些罗马的统治者 建立一个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弥赛亚国度 但是主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 是要通过他的死和复活 使全人类都能脱离罪恶跟死亡的捆绑 来得到新的生命 成为上帝国的国民 因此主耶稣告诉他们 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的时候 你们就会充满着能力 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地 甚至到天涯海角为我做见证 做见证的意思就是将上帝国的主权带下来 使人们因着他的见证相信耶稣基督 接受上帝国的主权 然而使徒们在出去做见证之前 必须先得着圣灵的能力 果然在五旬节的时候 就从天上降下圣灵 他们就都得着能力 并开始去做见证 传福音 建立教会 使徒行传 这本书就是记录使徒们做见证的足迹 另外也有人将这本书冠与圣灵行传的名称 因为书中记载了许多圣灵的权能与作为 然而不管如何 都不要忘了本书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就是为主做见证 在本书中确实出现许多做见证 见证人的字眼 甚至我们知道 在原文希腊文当中 见证和训道是同一个字 意思是以死来做见证 或者是去做见证一直到死 这就是主耶稣给门徒们的使命 也是给我们的使命 因为我们都是国度的见证人 今天我们不必真的训道 但仍然必须以我们的生命行为去做见证 让人看到主耶稣的生命 在我的里面活出来 使人得到帮助 并愿意相信耶稣基督 得到和我们一样的生命 领受上帝的国度和使命 并继续去为主做见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